欢迎大家收看佩洛西访问台湾中美开战第三集 佩洛西星期一旁望对外界发表会与正式访问台湾 这对中美两国以及台湾海峡两岸会发生严重的政治与军事后果 佩洛西终于想访问台湾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 捍卫自身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 至于是什么措施 如果他敢去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陪洛西在周末的时候启程访问新加坡 曾经宣布访问亚太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以及韩国 并不包括台湾 不过在星期一旁望的时候 忽然间发言说可能会访问台湾 这纵使中国外交发言人正一直发受强力的抗议 抗议 陪洛西众议员美国众议员访问台湾 他说这造成对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 产生胡琼的台独事件 已经保护祖国武统统一 对台湾的自由 与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将会采取一切的行动 如果陪洛西敢访问台湾 他说 郑立杰说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打击这个台独分者 如果我们从陪洛西的事件看来 从 六四事件 天安明事件 至九亿年 他在北京的公园 先出遍布条抗议 以及悼念天安门事件的战魂 而且 在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台独分子 听说也是由陪洛西一手策划 以及培新处来间接的 还有他以西在喇嘛 访问美国给支持 并且当时给六四事件的 中国青年给政治庇护条件 他是一个专门 背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 哪里有痛 哪里踹 哪里有痛楚 哪里撞 所以中国人民共和国 形容 培洛西是一个老妖婆 因为培洛西在周末启程访问新加坡 现在周末以及星期一都在新加坡 星期二早上他或者会飞往马来西亚 兼着他的取程 在星期四与星期五会访问韩国与日本 在中间空档 有可能他会转座跑过去台湾访问 在周一旁晚的时候 他向外界透露 他可能会访问台湾 这已经积极地牵扯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且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立间将会采取一切的政治行动 不过一切的行动让大家拭目以待 最重要的是培洛西在这届的退选之后 他或者不能够加入竞选活动 所以他这是一个可以说是退休政治体坛上一个政治演说 所以他要留下历史时刻 所以他故意让这次的时刻向台湾访问 成为他是有史以来成为美国最高第三号人物 访问台湾 留下历史的见证 川普美国的前任总统也曾形容 培洛西是一个 Crazy Nancy 他曾在川普总统发言的时候 在背后一直撕掉川普的演说稿 所以可看得出 培洛西这个人是一个激进分子 哪里有问题 他偏偏往哪里撞 哪里痛他又往哪里踹 这正是为什么中共形容他是一个老妖婆的原因 而且中国已经在东部沿海部分 发布了延续五天演习五场军事演习活动 向东海部分设计 所以这次的军事活动对中共来讲 是十分的穿急 也十分的摘要 让大家拭目以待吧 至于培洛西如何到台湾访问呢 有人传言说可能他坐着潜水艇 也有可能传言他可能会偷渡过来 至于他之前启程访问亚太史 他不包括台湾 他就是想找一个空档时候 让中共防不胜防的时候 真真假假 找一个空档机 忽然登陆台湾岛上面 让中共防不胜防 所以可见他这个人是十分的激进 十分的偏激 以及十分的提倡台独分子的主导先锋 现在台湾方面 特别是蔡英文 全部对培洛西是否访问台湾 采取沉默态度 不敢发出任何言行与表态 这次的旅行对培洛西来讲是一个毕业旅行 听说他也不放弃下一次的竞选活动 所以这次的毕业旅行 他想留下历史时刻 所以成为最高的官员访问台湾 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时刻 而且中共方面的胡行进发言 必要的时候会把培洛西大乘的飞机寄落 以防止他访问台湾 不过中共方面并没有发表会采取哪一些重要的军事行动 以抵制培洛西 只是说培洛西以及美国方面 要对这一次的挑衅活动 培洛西访问台湾 承担一切后果 如果培洛西 来到台湾访问 这将是从1949年以来 台湾面对的最大的军事与政治危机 这培洛西访问台湾 会不会造成台湾岛4300万人民 受到中共的军事威胁 以及发动战争武统台湾 他培洛西这个人要付出 沉重的代价 以及历史的责任 这培洛西这次访问台湾 对台湾岛的人民来讲 是完全讨不到一点的好处 而且台湾岛的4300万人民 要面对战争边缘的威胁 十分的恐惧 这台湾岛的人民 会活在战争的阴影 与恐惧心思下 因为培洛西这次打算访问台湾 培洛西这次访问台湾 真正的危害到台湾岛4300名 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威胁 因为培洛西与中共 有很多的恩恩怨怨 而且他来问台湾 完全没有告与台湾 真正的访问日期 所以他会把台湾当作一个玩偶 和一个工具 以及对中共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施以报复行动 而且把台湾当作 毕业旅行 十分的可笑 在8月1号 建军日 习近平对解放军 三大战区 发出敏感 喊话 解放军必须计交 备战打仗 解放军必定要敢于牺牲 打击任何一切的台独分子 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近期解放军也在重点的战区 备战一年举办了五场 沿海东岸的军事演习 而且发射 导弹等等 击落一切来犯的飞机 这简直是对培洛西访问台湾 给一定上的军事与政治上的施压 解放军也派出多架飞机 绕着台湾飞行 以坚决抗议培洛西访问台湾 解放军的东部与南部战区 以及北部战区 都发挥了五场年年的军事演习行动 抗议培洛西准备访问台湾 方清强调这次的演习是 限定不移的捍卫国家主权 以领土的完整 以防止台独势力胜入台湾海峡 这次培洛西是否访问台湾 听说他会从菲律宾搭乘飞机 直往这本 可能以西飞机有故障为由 半路降落在台湾的松山机场 至于习近平讲 解放军在巴印建筑节 需要赶一牺牲 解放军是否赶一 击落菲洛西所搭乘的飞机 访问台湾呢 根据历史见证的 最激时刻 习近平看到 这次乌克兰的战争 是美国在三风叠火让俄罗斯一头撞进 乌克兰的战争 所以这次 陪洛西的访问台湾事件 台独分子的提倡 或者是一个政治陷阱 让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 跳进台湾海峡的 两地战争 因为现在中国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时刻 国内面对非常多的COVID的危机 而且经济状况也十分的不稳定 而且在科技方面 与经济实力上要追上美国还有好几年的时刻 所以中国与美国在这段时间插枪走果 对中国来讲是十分的不利 所以中国习近平可能派驻轰二铃飞机 绕台湾海峡或台湾岛飞行一圈 避免掉进 美国拜登所设立的政治陷阱 好像就如 五星掉入美国所设立的乌克兰的政治陷阱 军事陷阱 以避免这场战事 所以这场战事会否打不打 多数应该照我个人的预测 七八十发现 七八成是不会打 只是一个政治恐吓 中国半飞战机台湾岛游行一周 或者等了四五年的时间 等中共的军事人民解放军 空军海军已经成行有一大批的航空母舰作战群 大家也识字 中国或者会在台湾海峡 以美国真的发生一场真正的插枪走火 一较高低的时候 而且近期以来 拜登是美国有史以来的在位总统的支持率是最低的 低于三十八千 可能拜登借用这次的台海危机 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习近平拖入谷底 让拜登成为一个战时总统 所以他就能够稳住他的政权 让民主党能够在美国的朝野如釜天意 所以对拜登来讲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好计划 他一时之间就除掉普京与习近平两个人的威胁 所以习近平已经提防到这个拜登所设下的阴招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 陪洛西访问台湾中美开战第三期 我们在下一期陪洛西访问台湾 第四期再见 以一支最新的战情 谢谢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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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空荡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躲在这里 躲在这里 作为宝贷家乡的宇宙 抱歉只能致敬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攻击 替代爱你 到底是我或是你 无人能够看见 时光安静相悲 冷不及 啊 看哪 不仅喜欢了他一点 啊 看哪 好不由于开启下雨 黑暗色里 这永恒的权利 黑暗色里 没有光安静相悲 拥抱所有的身影 黑暗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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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色里 黑暗色里